大马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开第15届全国大选日期 该委员会主席丹斯里亚·都干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大选提名落在今年11月5日星期六 投票日在11月19日星期六 竞选期共14天 由于大选日临近 总检察长反对前首相纳吉挑战监狱局总监不批准他出席国会的决定的司法检讨准令申请 纳吉的代表律师沙菲仪昨日在陈词时指出 监狱局总监9月28日出于安全理由 在没有说明原因下拒绝申请出席国会的决定 他说 与其他场所相比 国会是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 所以监狱局拒绝纳吉的申请是不合理的 这就是我们不同意的原因 纳吉几乎每天都被护送到法庭 并在两三个警卫的押送下使用公共厕所 他还多次被护送到医院 均由当局妥善护送 没有引起任何安全问题 不过 作为总检察长代表的高级联邦律师 三苏波哈山指出 由于国会已于10月10日解散 因此 纳吉的上述申请现在已沦为空谈 国会已解散 你为何还需要出席国会 需要助理进行这些有关国会和选区的工作 我们主张 此案已不再具可争辩的问题存在 三苏波哈山说 由于国会已解散 因此纳吉已不再是国会议员 而大选也将在近期内举行 选委会将在明日开会 责定举行大选的日期 因此将会有一个新政府的成立 那这项要求获得司法检讨准令的申请 还有何必要 交通部长魏家祥在印尼与欧盟交通与运输总局 Move出席交通部长会议 不过 双方代表在桌面上摆放的文件 形成强烈对比 引起网民热议 魏家祥上载的照片 可见 大马代表团 左边与欧盟交通与运输总局代表 右边 双方在一张长桌上展开交谈 但双方的桌面之间 却有着明显的差距 只见欧盟代表的桌子上 摆满了文件资料 而大马这方 却只在桌上放了一部手机 和几张纸 魏家祥桌面上 甚至空空如也 与对方形成强烈的对比 网民质疑大马代表团 是否没做好事前准备功夫 以致会议上出现如此尴尬的画面 也有网民说 魏家祥双手 空空出席会议 不需要 做笔记的吗 眼看事件 在网上发酵 魏家祥 迅速出来灭火 并指责是 西蒙的炒作手段 他上传数长会议的照片澄清 声称大马代表官员 借以掌握和警记 相关细节和资料 因此才无需在会议桌上 摆放大量的文件 他说 社交媒体流传嘲讽 交通部开会没带资料 都是西蒙 故意误导民众的行为 经过了这些准备工作 我本身 交通部秘书长 及其他官员 以掌握和警记 相关细节和资料 连这一点 也做不到的话 那我们 就只会像西蒙的领袖一样 无能 前首相马哈迪表示 由于GTA尚未获得社团 注册局ROS的批准 因此 该联盟只能用 斗士党的旗帜和党徽来上阵 第15届大选 我们是一个没有罪犯的联盟 不像巫统和其领袖 迫切地想要在大选获胜 只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 会因犯下的许多罪行 而入狱 GTA已决定 在竞选活动中 使用斗士党的旗帜和标志 我们有责任确保公众 不会将我们 与其他政党混淆 他承认 自己担心季后风 会影响大选的投票率 从而让国阵占上风 成功入主不成 他说 几乎所有国阵 及其成员党的领导人 都卷入刑事案件 都只想这为了自保 我怀疑巫统和国阵 想要确保尽可能只有 少量的人投票 这样他们就可以花钱 运送自己人来投票 他们会带着自己人 然后给钱他们 我们反对这一切 我们反对 让人们带手机 进入投票中心 因为有些人 会拍摄自己的选票 并获得奖励 另外 马哈迪重申 GTA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国阵 同时他也担心 与西蒙合作 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跟西蒙合作 马来人会不选我们 因为行动党是西蒙的成员党 然而 敌人是巫统和国阵 我们不能让他们夺得执政权 当有犯罪分子成为我们的领导 就会向世界发出不好的信号 马哈迪也遇到 应聘办公室 请杂工阿菲波尔 有时还需要看文凭 然而没有学历者 却可认不整职 值得一提的是 授寻集有人认为 他应该退休 不应该再参选一事 年迈97岁的 马哈迪回呛说 我看起来痴呆了吗 他说 确实 很多97岁的人 一般尚痴呆 Naya Nayuk 但是你看我 在场者 则随即回应马哈迪 你看起来很强壮 国家诚信党主席 莫哈莫沙布说 人民在第十五届 全国大选的职责 就是调动一切力量和精力 去打败那些 想拯救贪污人士的政党 即拒绝那些 与他们合谋的 叛徒和政党 他说 每次政府解散国会时 都会制定特定的议程 例如继续发展议程主 团结议程等等 但这一次政府 仓促解散了国会 除了拯救贪污分子之外 他们没有其他议程 而12名内阁部长 致函国家元首的举动 也伤害了首相 伊斯麦莎比里 因此 在这次的大选中 人民的职责 就是继合所有的力量和精力 去打败那些 想拯救贪污人士的政党 即拒绝那些 与他们合谋的 叛徒和政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